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聚焦洛杉矶,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爱兹拉米勒和粉丝在酒吧起冲突的新闻 近日,一名疑似演员爱兹拉米勒和一名女子起肢体冲突 将对方锁喉的视频在推特上公开 爱兹拉米勒曾经参演正义联盟、神奇动物、壁花少年等等 综艺报道称,此人确实是米勒 他和一群死缠硬模的粉丝在冰岛的一家酒吧起了冲突 此后他被从现场送走 这段视频最先是被传到了社交新闻站点Reddit 随后被删除,之后就在推特上传开 记录了一名女子,靠近了一名疑似米勒的男子 后者说,你想打架,然后将前者锁喉放倒 不知道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 而拍摄此视频的人此时开口 用认真的口吻说道,哎兄弟兄弟 这段视频在推特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多家媒体也联系了米勒的代理人和华纳兄弟 暂时没有得到回复 综艺的最新报道称 事发酒吧的消息员确认称 这并不是玩笑,是一次认真的冲突 视频中的人确实是米勒 事情发生在冰岛雷克雅威克 发生在4月1日下午6点 米勒在当地时是这间酒吧的常客 他以前也没有卷入过此类事件 当天米勒在那里遇到了一群热烈的粉丝 相当死缠硬模 事态随后升级 他在面对那名女子时发了脾气 酒吧方随后把愤怒的米勒给送走了 我会变成了一群热烈的原因